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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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亲眼看见了 我也亲眼看见了 那几个人 根本就不是学生 只是穿了学生的衣服 是他们先动的手 警察也是他们打伤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可是你亲眼看见 那又有什么用啊 你到了警察局 你能拿出证据吗 韩羽 曾经我就跟你说过 海风的势力 不是靠你一己之力 就能绊倒的 听我一举全 别再找麻烦了 行不行 谢谢你的好意 我自由打算 站住 有句话 我避了很长时间 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再这样做下去 那就是对不住我了 我怎么又对不住你了 你从日本回来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给予你很大的帮助 可是没想到你现在 竟然和我们家对着干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 那我也挑明了吧 成文税就不该收 是你们家不义在先 你不大不阻止 还宋容跟包庇你爹和你堂哥 林老师教你的那些 你都忘了吗 我没有忘 当年你把我们家逼得那么惨 我没有怪你 我爹一个人逃亡到了香港 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留在了海坊 你知道我身边是一群什么人吗 一群虎狼啊 我要在海坊活下去 在海坊站住脚 这一群虎狼就要比那些虎狼还要狠 比那些虎狼还要狠 你变了 陈和元 我瞧不起你 潘老爷 您孙子可真有出现 彭局长为我们老百姓仗义直言 还敢跟陈朝宗和县长作对 把那个南天门都给砸了 你不敢敢动 应该的 这下好了 以后咱们农民的孩子也能上得起学了 人家都说彭局长是什么富人身份 穷心肠 大善人 大善人不敢当 听说彭局长还办了个女校 回去 我也让我家女娃也送去上学 我们都送 您先忙 潘老爷 我们就先走了 花儿 送送他们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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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走 不用走 爹 咱儿坐半天了 也该回去了 芳儿 今儿空气好 我心里高兴 多坐一会儿 娘 你去吧 我 快去吧 快去吧 去吧去吧 去吧 爺爺 有话坐下说 爺爺 对不起啊 又给您惹祸了 海鱼啊 曾国藩的家书 爺爺看了一辈子 不怕你笑话 还是没有看懂啊 您看懂了 您以前教的 都是学问 你别垮我的心了 明理之人 未必行有理之事啊 汉玉啊 爷爷这辈子 从来都是勤勤恳恳 本本分分 从来不敢越雷迟一步 小叔家里穷啊 你祖爷爷 你曾祖爷爷 都是种地的 有一次啊 我亲眼看见你祖爷爷 被人大伤了 当时我就想啊 看以后我长大了 一定挣很多很多的钱 让别人不敢欺负咱们家 现在想想 想错了 怎么错了呀 如今这个世道啊 有钱不一定不受欺负 就算不受欺负 也未必得到尊敬 这个尊敬二字 不是用钱换来的 也不是用官换来的 是用心换来的 前几天 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报纸 那上面有一篇文章 读得让人汗颜哪 什么文章 这题目挤不住 头一句话 怎么琢磨怎么对味 什么话 说的是社会主义 非军出来提倡不可 因君是富家子弟 汗玉啊 你爷爷虽然不知道 什么叫社会主义 但是三国水浒 还是看过一些的 穷人受了压迫 不是不想反抗 是不敢反抗 要是没有你这样的 富家子弟 有文化的人出来带头 那他们是 团结不起来的 爷爷您终于想通了 是你那篇文章 让我想通了 是啊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 人的思想也该换一换 孩子 你干的事情 受人尊重 是用钱买不来的 爷爷年纪大了 这身体啊 一年不如一年了 以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千万别怨爷爷 爷爷您别这么说 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傻孩子 人不可能长命百岁的 爷爷不能陪你一辈子 韩爷啊 你记住了 你选的道不好走 你听明白了吗 海风地方不大 水不浅 与虎谋疲 你千万要小心哪 孙儿记下了 孙儿记下了 这么晚来找我 有什么急事吗 现在这事不好办了 到底怎么回事 本来呢 你们家大少爷找我求过情 我想是啊 这事闹大了 惊动了上头 谁也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就大事化小 谁成想了 我那个被打的下属 重伤不治 刚刚死在医院里了 你说这事我该怎么办呢 出人命了 那可就捂不住了 可不是嘛 就算捂得住 我怎么向人家家属交代啊 现在局里上上下下 几十双眼睛盯着我呢 就看我怎么处置这事 可是那头呢 又是学生 法不择重 我总不能把满大街游行的学生 都给抓过来吧 前贼还得先秦王 你的意思是 抓澎湃 总得有人承担责任哪 那也只好这么办 那我回去抓紧办一下 先走一步 好 走 走 走 老爷 你可要救救我 我是一不小心 我下手中了点 你慌什么 我没让你去背黑锅 好 那这些银员你先拿着 赶紧到乡下 去避避风头 谢谢老爷 我们八蛋 你们太不像话了 大少爷 八蛋下死手 你真不知道那是警察 让个什么 你还怕别人听不见吗 你走 滚 您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这叫手腕 我要不这么做 我搬不到彭天蛇 那也不至于闹出人命 彭汉玉是有些过分 如果这件事情闹大了 最后倒霉的指不定是谁呢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你盼着你爹倒霉吗 我这是为了您好啊爹 万一让彭家人知道了 我看您怎么收拾这个烂坛子 烂坛子 孩子 你就等着瞧你爹怎么收拾他吧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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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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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令封锁城门 他们就是不听 警察去拦 他们把警察打死了 谁这么大胆子 彭帆的四孙子彭太 他四处造谣 说您仗着侄子在广东粤军当总司令 在海丰鱼肉香里 是啊 是啊 是这么说的 这个忘恩负义不识抬举的东西 当个狗屁教育局长 就跟心口刺荒 非非作打 说的是啊 现在他把城门召开了 破坏了海丰的风水不爽 还叫嚣什么不劳动者不得食 骂我们是蝗虫 骂您是封建余孽 通途都要打倒 现在城里的百姓是惶惶不可终日 是啊 是啊 不可终日 这个畜生 六叔 您要是再不管 海丰城就威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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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上来 大日子 六叔 万王六叔 为我们做主 为我们做主 各位不要急 我马上给静存侄儿打个电报 我就告诉他 封城门洞开之日 就是他回家奔丧之使 谢六叔 你让我 总司令不仅要撤澎派的职 还要法办他 对 你上午出去办事了 可能还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呀 六叔跟一般海丰的士绅 联名电程给总司令 说澎派鼓吹社会主义 煽动学生造反 公然对抗政府 还把警察给打死了 打死警察了 这不可能啊 我已经找王贵卿核实过 这的的确确是事实 我不相信 我找总司令去 行了 有苏联的客人在 你还是赶紧发了吧 这电报要是发了 澎派就完了 那还是得发 满嘴荒唐 杀人诛心哪 陈朝宗这帮恶神 为了把你搞垮了 这是费尽了心思 连舆论手段都使上了 小梁小丑罢了 用不着管他们 我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陆湾日刊是陈炯明创办的 这篇文章能够刊登出来 我想他不会不知情 有什么好担心的 大不了我这个教育局长不干了 赶走天生 力保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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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赶走你这条天蛇 力保我们海封城 放肆 我是海封县教育局局长 我倒想看看 你们的胆子到底有多大 你现在已经不是局长了 听好了 海封县公署 今夕拟县教育局澎湃 鼓吹社会主义 煽动学生造反 公然对抗政府 聚众闹事 打死警察 赎目无王法 先以省政府名义 隔去其局长职务 移送法办 广东省政府总督陈炯明 看好 都听明白了吧 你们谁都不要怕 一会儿狠狠地给我砸 彭天蛇 彭天蛇 这回你知道 局长的位子不好做了吧 啊 烫屁股了吧 你们剧中闹事 我现在就去通报警察局 把你们一个个都抓起来 慢着 警察局就不劳你去了 警察就在外头 警察来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你们蛇鼠一握 狼狈为剑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 我们今天来就是协助警察局 抓捕杀人凶手 澎湃 血口喷人 澎湃什么时候成了杀人凶手了 传道 别跟他们废话 我倒是很好奇 你们会拿我怎么样 硬气 来人哪 把这个杀人凶手给我扭送警察局 是 住手 叔 李农生怎么来了 他是来捣乱的 李秘书 李秘书 你不在广州待着 这么远 你回到我们海风来干什么 怎么 我回不回来还要向陈老爷子汇报吗 不敢 不敢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你这没规矩的 没看见老爷在这吗 你这没规矩的 阿福 大白天的 慌里慌张的干什么 老爷问你话呢 我 我不敢说 老爷 你先歇一下 你给我出来 在这儿说 老爷 长叔 四少爷出事了 今日不同往昔了 李秘书现在是陈总司令身边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回来也得大个招呼 我好为你接风洗尘呢 你少供来这一套 陈超宗 你公然带人打砸教育局 毯子不小啊 李秘书此言诧异 我们今天来不是砸教育局的 我们是协助警察局 抓捕杀人凶手 澎湃 栽赃险害 想置我于死地是吧 陈超宗 你可够狠的 谢谢你夸我 我再毒辣 也赶不上你这个杀人凶手心狠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 警察你也敢杀吗 他是不是杀人凶手 你说了不算 我奉劝你一句 赶紧带着你的人马 给我离开这个地方 李秘书 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 但是这件事情 你最好还是不要插手 陈总司令亲自给王县长打来的电报 命令他撤销澎湃教育局长一职 并对凶手严惩不歹 想必这件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吧 这封电报是经由我手发的 我当然清楚 好 那就不多说了 还是请你离开这个地方 万一伤了你 我不好跟陈总司令交代啊 还愣着干什么 动手啊 慢着 你们要动手我也不拦着 不过有几句话我要说到前头 你说吧 有人勾结财政局 侵吞本该上缴县署的城门税 数额巨大都该杀头了 听说跟你们陈家有关系 一派胡言 这是谁啊 在栽赃陷害 薄华一直是奉公克己 两袖清风 从来不做这样的事 对对对 李秘书 肯定是有人往我头上泼脏水 是不是泼脏水 查了才能知道 陈所长 要不然我们去你那把账目对一下 你们放心 一旦查实 是 我将把情况如实禀报给陈总司令 如果有人泼脏水 敢冤枉你们 陈总司令一定会严惩造谣者 还给你们一个清白 可如果情况属实 我想他对这些藏中硕鼠 同样不会心慈手软 你说呢 陈所长 是是是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看今天这就是个误会 你说那澎湃他怎么能打死警察呢 这说不通啊这 叔 您说是不是 叔 是啊 一定是另有其人 我们走吧 这汉玉干什么了 为什么又要抓他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这么大个事情你不知道 老爷 老爷您别激动 保重身体啊 快 把老大老二老三都叫来 再多找些人到教育局 把汉玉给我保护好了 对 把人保护好了 快去 我这就去 站住 好 彭家全家出动对抗政府 黄老爷 您得掂量清楚后果 来了 陈管家 你来干什么 我们家老爷惦记着彭家 让我来给您提个醒 别自己往坑里头跳 要说我们老爷 那真是高瞻远处 就知道你们坐不住 幸亏我来得早 要不然你们全家就万劫不复了 你少在这里说些不嫌不淡的 我们家不怀疑你 你走吧 你们家 我没听错吧 当家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你个下人趾高气昂说什么 这是姓彭啊 还是姓常啊 你 住口 你 陈管家 你替我谢谢陈老爷的好意 我身体不方便 我就 不远送了 你走吧 彭老爷子 您就不想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抓你孙子吗 你不用说了 我们自己会查 让他说 彭老爷子 实话告诉您吧 您孙子彭派 带着学生搞什么武艺大游行 扰乱了社会治安 砸了南天门 还打死了警察 老爷 你不要听那胡说 老爷 老爷 你 胡不胡说 你们呀很快就知道了 这事惊动了六老太医 惊动了他老人家 就惊动了陈总司令 想瞒也瞒不住了 就你孙子干的这点事 抓住他就是个死罪 我看你们彭家 还是想想 怎么给他料理后事吧 老爷子 保重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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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在你眼里成了反动言乱 我怎么看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家陈总司令不喜欢社会主义 你成天到晚的到处宣扬唯恐天下不知 他能高兴吗 我当这个教育局长不是为了陈炯明高兴 我不是他的家奴 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穷苦大众的孩子 农生你别忘了 他们和你小时候一样没钱上学 永远见不着外面的花花世界 这一辈子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着 受尽了欺辱跟压迫 你告诉我 我这么做何错之有 你做的事没有错 错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 我告诉你 你做的这一切注定是枉然 韩云 你要懂得顺势而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我们俩对势的理解不一样 四哥 四哥 出事了 出什么事 爷爷 爷爷去世了 好 油 要 怎么 这 Tian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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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 这是什么 爷爷的大班纸 你爷爷特意留给你的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爷爷临走的时候 说凤啊 你过来 我以为和我交代什么 结果 结果 他把这张纸交给了我 让我转给你 这是你几年前 篡改李家的那张族语 你爷爷 我今天一直在家里说 汉玉这小子是干大事的 比别的孩子都有出息 孩子 你爷爷懂你 你娘 帜还来 你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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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帜兄 来 慢点 他们来干什么 来这就是客 别管他们 庞老太爷 农生给您老人家送别来了 当年要不是您的仁义 我们家早就完了 后来去日本留学 又是您慷慨解囊 借钱给我 你对我的恩情比泰山还重 我李农生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虽然您老人家走了 但是您放心 彭家的事情 就是我李农生的事情 如果有人跟彭家人过不去 就是跟我李农生过不去 你老人家 一路走好 请节哀 请节哀 先知啊 节哀顺便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好自为之吧 离少往来 我也送你一句 多情不义 必自毙 好 那咱们就走着瞧 别太难过了 谢谢 那天我不应该找你发火 咱俩是兄弟 早过去了 以后 又需要我帮忙的 你尽快说 既然都回来了 为什么不多待两天 我要是再不回去了 陈总司令也该撤我的旨了 海远 我觉得 你别在海风待了 跟我去广州吧 我去广州干什么呢 以你的能耐 还怕魔物到后柴时 等陈总司令气消了 我跟他说说 争取给你某一个好柴时 怎么样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和陈炯明不是一路人 他往右 我往左 你把我俩的腿捆上啊 路还怎么走啊 可你现在留在海风 又能做什么呢 陈朝宗巴结上了六叔 你往后的日子更不好过 从小到大 你想我逃过一次吗 怎么回事啊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我原本是想从教育入手 来实施社会革命 但是现在看来 在这帮地主豪身的统治之下 无异于吃人梦想 我一个人实在是独木难知 所以我想从宣传入手 发动更广泛的群众 工人 农民 知识阶级 去唤醒他们的意识 让他们自觉地投身 社会革命的队伍当中来 我很钦佩你的报复 可是说实话 你这些事情注定成不了 为什么 先说工人 海风的工商界半死不活了 压根就没几个工人 人数少你成不了气候 你所谓的那些知识阶级 都是有钱人 哪一个不是从现有的 秩序下得意的 他们只会排斥你 压几人 甚至联合所有的人对付你 再说农民 我比你更了解他们 自私懦弱 愚昧 最可怕的是一盘散杀 你很难把他们组织起来 我不这么认为 农民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千百年来 受到那些统治阶级的 蛊惑和蒙蔽 所以我认为唤醒他们 是有力要的 至于你之前提到的 一盘散杀 我就更不同意了 二十多年前 还是清政府统治下的海风 那个叫红亚众的农民 镇臂一呼 一下子就能集结几千号群众 虽然后来让清政府给杀了 但是着实能看得出来 激压在农民胸口的 多年的怒火 红亚众干的 可是烧杀强掠的不义之决 难不成你要效仿他们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而且会严厉镇压的 我不会消防三合会 我的愿望又不是暴动 我只是想施行社会革命 想让那些受压迫 受剥削的穷苦百姓 有遗传有饭吃 也不至于再为了生计 去卖儿卖女 如果说我这么做 都有人看不顺眼的话 那么好 只管让他们镇压好了 就算了 就算了 而且他不離开 我离开 爹 从今以后就由打武当这个家了 请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也请您在天之灵保佑打武 保佑咱们全家都平平安安的 把大家都请进来吧 好的 二少爷 太太 少奶奶 各位大小姐们 二少爷叫你们进来 大哥 从今以后咱们彭家就由我来当这个家 挑这个大梁 家里上上下下大小事宜 一律不变 都按爷爷生前定的规矩办 你真铁了心不走了 海宇 说实话 你能为我们穷人打包无凭 我很感动 这也是我认你做兄弟的原因 可是你要知道 中国不是苏联 海丰不是彼得格勒 你也不是列宁 你将要面对它 会更加严峻困难 你要三思 谢谢你的忠告 我心里很明白 人活着 不能光想着穿衣吃饭 总得有点追求吧 我既然认定这条路是正确的 不管付出再大的代价 我也会忠于我的选择 该开船了啊 赶紧上船吧 赶紧上船吧 那我走了 多保重 多保重 赶紧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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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你不等他 不冷 他都来送你了 好歹说两句话 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乘客院了 我倒是挺担心你们两个的 昨日之仪 可谓明日之话 多加小心 赶紧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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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画什么 插图 插图 插图就是书里面用来解释文字用的 使文字更加的清晰和明确 你要写书 不算是书 我是和春涛打算弄一个叫赤心周刊的小册子 用来向工人和农民宣传我们的主张